我們在這裡面 我們要提出選舉無效的訴訟 那你不贊成他提選舉無效 先關起來 剩下我自出而已 面對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丁守宗 決定提起選舉無效訴訟 而被柯文哲學後第一天上班 還是如此 快一快語 我先請請 那他過 那他過我很多錢 那他過終於 謝謝 好這個就好這個就好 這次台北市長選戰激烈 中央在開票過程纏鬥10個小時又36分鐘 直到隔天凌晨2點36分 所有票才開出 柯文哲最後是以58萬0820票 寫上第一手中的57萬7566票 雙方擊差距3254票 這次投票選無紛亂 選民得排2到3個小時才能完成投票 造成不少投票所出現下午4點投票截止 仍有很多選民還在排隊等待投票 中選外在投票截止時間 立即開始計票 讓丁守中不滿中選會 認為邊開票邊投票的情況 已經影響到投票的公平性 台北市是唯一有被操作期保 一邊在這個開票 然後一邊還在投票 到7點46分 丁守中原本提出選舉無效訴訟 和重新驗票申請 後來考量驗票況日費時 決定撤回重新驗票申請 改職業提起選舉無效訴訟 柯文哲進展辦公室幕僚私下表示 如果丁守中改題選舉無效訴訟 訴訟對象則是中選會 柯文哲應該可以不用聘律師 但是藍寶選舉訴訟案中 仍可能會影響到柯文哲 如果柯文哲被列為訴訟關係人 就得採取否則上的準備 至於柯文哲在這次大選 得票數拿下58萬0820票 按照選舉補助款每票30元 再加上選舉保證金200萬元 總共可以拿回1940萬元左右 和當初貸款2000萬元 差了60萬元 那貴60萬怎麼辦 那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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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